我们祝福的宣言 愿你平安 你是救活世界的宣教士 你们必占领那地 我们的救赎是从宝座上所赐下来的 今天得罪的我和各位也坐在这里 愿我们能够临受宝座而来的祝福 祝福那名祝愿各位享受这样珍贵的时间 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 内中也有我 那其中也有我 我们拿着这样的题目 想要跟大家分享恩典的话语 今天我们看本文内容当中 耶稣成为弥赛亚都成了 我们看到这样的现场当中 有其他的人同参与 我们就是今天本文 马太福音27章56节 说那里有马多达玛尼亚 还有西皮泰两个儿子的母亲 雅各和约西说内中 然后讲入了这些人的名字 他们也在其中 今天这个现场什么样的现场呢 是地上最得祝福 信息宣告的现场 再次跟你们说明就是说 神的话语成就的都成了 是神的话语成就的现场 最高的现场 他们这些人在这样的现场当中 各位能够在这里的本身就是恩典对吧 特别说我和各位 我们所有的生活 在神成就话语的位置当中 这个本身就是神的恩典 而且我们应该在那个位置上 为什么呢 因为世上所有的一切 不是按照我的固执在成就 也不是因为人的想法基准去成就 世上的一切 必定是按照神的话语所成就 按照神的指诱 指引所成就 这世上所有各样那样的理论 但是呢 在这样所有的理论思想 不是按照这些所成就 分明一点 必定会按照神的话语成就 那么如此看来的话 在话语成就的位置上 我也在那里面 这当然就是祝福 你们再怎么努力的过人生 如果不在话语成就的位置上面 那么你们就是与神毫无关系 当然你在这世上 可以拥有很多的物质 也可以拥有很多的知识 也可以努力奋斗挣扎 得到很多想要得到的 但是这不在神的话语成就当中 在必定要去成就的话语当中 你们不在这里的话 那么所有的一切 其实与神毫无关系 愿明白这一事实 就算你们什么都没有拥有 但是你却在成就神旨意的位置 那么这就是祝福 很多的人在信仰生活当中 对于神的旨意 神的想法 神的话语 本来要持定这一部分才行 但是却不持定话语 跟神的话语 毫无关系 跟神的旨意计划 毫无关系 过自己的信仰 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人 但是真的值得感谢的就是 在我们教会里面 有很多人 他们在现场 按照话语 在直接成就 他们也看到这样的部分 看到话语的成就 过着自己的传道者的人生 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传道者 他们一句话说来的话 就是什么 就是今天 本文所说的 内中也有我 他们是这样的人 如果你们真的在 话语成的现场当中 只有这样的时候 你们的人生才是有福气的 我们的后代 也会在这里面 我们在传达世上 别的继承给孩子之前 应该让他们 在话语成就 让他们在话语成就 话语实现的这样的位置 当我们的子女在这里的时候 他们人生必定会成功 所以今天通过话语 我在话语成就的位置上 愿我能够在这里 愿我的后代 愿我们哈纳教会 一定要在 神话语成就的位置 历史当中 愿各位能够如此 今天我们看本文内容 真的 他们怎么样才能够 在这样的位置上呢 对吧 这是恩典呢 我们也是 怎么就在神成就的 必定要去成就的话语当中呢 这就是恩典 我们是怎么样 就在二三七救活的 应许当中呢 我怎么会在这里面呢 这就是恩典 那么若是看来 这 祝福的奥秘 我们每天去享受 传达给我们后代 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呢 那么一本论跟大家分享两点 首先第一点 我和各位得救的人生当中 会有各样的问题 会有各样的问题 对吧 但是呢 这所有的问题 结果是持定神 应许重要的机会 再次跟你们说明 神成为我的神 这些问题是让我们 持定为这祝福的机会 你们一定要明白这一点 今天本文的当中 耶稣在最后 非常悲惨的被定了十字架 可以看到最后的这样的场面 本文当中有这样的记录 无法再忍耐的痛苦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最后的呼求 可是我们真的好好来看的话 真的是无法再去 忍耐的痛苦当中 耶稣他所指定的部分 是什么呢 只有一点 这是什么呢 就是应许 持定的就是 神会做的应许 耶稣在最后的痛苦当中 面临如此悲惨的十字架 苦难 他不错失去持定的应许 这个应许就是 而神在成就着 这个用别的话 就是今天本文当中 四十六节所说的 我的神 我的神 直到最后 耶稣所 不错失去持定的 那就是 我们的耶稣也一样 他持定的应许 话也告诉我们 是这样的事实 所以我们 真的说 话说是 背了十字架苦难 但是 这个十字架苦难 是当时最痛苦的刑罚 而且是非常残忍的 所以这个刑罚对于罗马人 他们不是去 不会去执行十字架的刑罚 那么这实在的刑罚会向谁去做呢 我们总觉得说 十字架 然后挂在耳朵上面 拿戴在脖子上 觉得很美好 其实不是 十字架这个刑罚是 当时对于最坏的犯人 所做的最恶毒的刑罚 生命纪21章23节 钉在木头上的是 被神所诅咒的 在当时这个时代 最让人害怕的刑罚 就是十字架的刑罚 但是呢 耶稣是神 他道纯肉身来到世界 却担当了十字架的痛苦 那么为什么 他是神 这位耶稣却要来到世界 比任何人担当的痛苦 更要痛苦的去担当了 这实在的痛苦呢 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耶稣要以实在的痛苦去死 才可以结束呢 就是这一部分 神来到世界的理由是什么呢 耶稣基督被实在的理由是什么呢 这就是因为我和各位所有的 现在也在持续的现场当中的问题 那现在的现场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的主没有办法不得不去悲痛 去担当这些的 是什么呢 现在的问题就是撒旦的问题 我们的主要去背十字架 让他在实在的痛苦当中 必须要去面临的背景 这现场的背景就是 属灵的问题 让所有的人全部陷入 那么这属灵的问题不是别的 就是撒旦所造的 陷阱框架与网罗 再次跟你们说明 就是人生的十二个问题 这就是要把耶稣定在十字架 让他死去的撒旦的背景 这就是现场 这我们也有 现场也有 世界也有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死在十字架 没有办法不得不如此 圣经告诉我们的话 也是这样的事实 结果因为这世界 在凶化了撒旦背景当中 所以这世界不断地面临 诅咒 灾阳 灾难 失败 灭亡 不断地发生着这样的事情 再次真的跟你们说明 撒旦所造的框架 网罗和陷阱 这世界所有的人生 全部在诅咒 灾阳 灭亡 苦难 痛苦 把所有的人生迁入到其中 能够从当中脱离出来的道路 没有别的道路 神亲自解决这问题 所以神实际亲自来 击溃了撒旦的权势 黑暗的权势 只有这样 我们的人生才能从当中脱离出来 为此 我们的神亲自道成肉身来到世界 就算是神的儿子 直到死 他也服从了十字架的痛苦 背负了十字架的痛苦 这其实是为了解决我们人生的问题 成为了我们是问题的解决者 弥赛亚 主被十字架是不得不去面临的问题 是必须要去承担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无论是谁 他再怎么优秀 再怎么卓越 他死了 他也不能代替所有的人 因为每个人都有罪 拥有罪的人 不可能为罪人而死 就算为了罪人而死 他也不能解决这个罪人的问题 只有没有罪的那一位 代替罪的死 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 所以没有罪的神来到这个世界 他就是耶稣基督 对我耶稣基督 解决我们罪的方法 就是按照神所定的方法 就是背负十字架 所以担当时代的痛苦 是当然要去面临的 为了解决我们生的问题 是当然要去面临的问题 是当然要面临的经济 为了成为我们人生的弥赛亚 他所要面临的苦难 不背负就不可能的苦难 是什么呢 就是十字架的苦难 十字架的刑罚 这位神背负了十字架 也计划这一切 因此成为了我们人生的弥赛亚 做这样的约定 因此我和各位 在这世上能够得救 因为背负十字架的事件 我和各位进入了生命当中 打开了我们人生的道路 耶稣在世上背负十字架 是非常痛苦难受的 所以最后他呼求一粒一粒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的神 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在这悲惨的痛苦当中 所做的呼求 我们可以看到本文内容 耶稣背十字架的事件 是耶稣不做就不可以的事情 所以耶稣说什么呢 如果可以 我愿意把这背挪走 但是呢 不要按我的心愿 愿成就神父的旨意 对于十字架 这痛苦困难 该多么大的艰难 耶稣是知道 所以耶稣也为了想 就是想 如果能够躲避 我愿躲避 但是神 就是让他 必须要背负这十字架 这痛苦不得不去承担的痛苦 是为了解决我们人生 所有的问题 我们所面临的苦难 痛苦 困难 折磨 这一切 你们要去明白是什么呢 耶稣在承担这些苦难的时候 他说 我的神 我的神 就如同他所造告白的一样 这个要适用到我们身上的话 是什么呢 我们在人生当中 会有各样的困难 会有苦难 会有痛苦 但是每当这个时候 我们要明白的是什么呢 就是 我的神 现在 也在做着神的功 我要拥有这样的信心 现在 我的神 也以我的神 在做着神的事 当我们明白的时候 这个时候会来的是什么呢 是勇气 无论任何样的绝望 我们都会有勇气 拥有这信心的时候 不仅是勇气 我们就会拥有真正的崭新盼望 所以真的分明你们要铭记的就是 好像我被丢弃了 陷入痛苦孤独当中吗 但是这些时间 是神在打造我的时间 是非常珍贵的机会 你们一定要铭记这一点 再次跟你们说明 我痛苦 艰难 辛苦 是吧 但是这是神做工的重要的机会 当你们执定这一事实的时候 在这里面 本来会陷入失望 但是你们还会执定基督 在这里面 你们就会因着基督 有崭新的盼望 我们看一下历史 担当神的功 他们这些人是怎么样 如同一辙 没有一个人不面临困难的 看圣经里面也是 被神所使用的这些人 他们所有的人 都是在困难当中 持着那应许起胜利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 我们看一下七个圆文的词 代表当中的人物 约瑟 小的时候 神就赐给他世界福音化的应许 但是呢 拥有世界福音化应许的约瑟 他们他所来的第一个应允 是什么呢 是当奴隶 这说的是什么呢 神通过约瑟 结果为了树立救活世界 树立了门子 成为这样的施工者 所以结果不会放置不管 成为应许的基督 现在也向着我们在做工 那么如此看来 我们有困难 有事情 我们真的这个时候 要赶紧回头看的是什么呢 要持续我的神我的应许 正经当中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 是神对于他们的传达 但是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 神的计划是让他们进入迦南地做世界福音化 但是我们知道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 在进入迦南之间 他们过了四十年的旷野生活 但是这四十年的旷野生活 是很简单 平安的时候吗 不是的 他们虽然马上从埃及脱离出来 但我们可以看到 马上就有红海的问题 在旷野当中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的本身就是一致 所以真的各位 当你们持了应许的时候 你们所面临的问题 全部会成为应允本身 愿你们持定这一事实 无论任何的问题 不可能让你们失败 我们看一下大卫 撒末尔上十六章一到十三节内容 撒末尔先知向大卫高游 说将来会要成为王 所以他理出了高游 但是呢 在大卫的脚步当中 神守护他的脚步 应该要去打开大大的宽阔的门才行 但是我们看圣经怎么样 被游高之后的大卫 从那个时候 真的正是面临着困难 之前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 但是呢 通过先知撒末尔高游之后 结果 扫罗想要杀大卫 而且有特工队要去杀大卫 天天追杀他 面临了无数的困难跟痛苦 这是什么时候来的 是要成为王辈由高的那一瞬间 就来的困难 不断地过来 但是呢 在这些困难当中 不是困难击负了大卫 在困难当中 大卫反而更加确认 允许持利允许成为胜利的人 你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你们有什么样的苦难吗 愿困难有问题 这个本身就是英语 愿你们持利这一点 用主的名祝愿各位 今天本文当中耶稣说 以利以利 拿马撒巴格大尼 是好像是在呼喊在呐喊一样 但是确实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是在呼求着我的神 我的神 告诉我们的是这样的事实 因为我们打开这样的眼目 神是通过问题给我们英语 因为我们不知道是英语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享受这些祝福的作为 真的各位 当你们打开重要的眼目的时候 今天你们所面的这一切现实问题 这是神向着我们要去成就的 隐藏的珍贵允许 我们就会明白这一点 看到这一点的保罗 作为传道者 他面临无数的困难跟痛苦 虽然如此 但是保罗的告白却是什么呢 常常喜乐 不如祷告 凡事谢恩 不是把问题看为问题 而是在这里面看到神的计划 跟神的应许 所以没有办法不得不喜乐 没有办法不得不祷告 没有办法不得凡事谢恩 真的愿此时此刻 我们能够打开 重新崭新看我们问题的眼目 或许各位在问题当中吗 在困难当中吗 原来是神 让我知道我的神 在向我做工 愿我体验着应许 所以应许了这些问题 当我们打开这眼目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应许 就会有崭新的得到 必定会临到你 我和各位分明一点 是神持定着我们 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神拖着我和各位 在神抓住的这里面 谁也不能把我们抢走 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二到三十九节 有这样的话语 因为神所拖住我们 因为我们耶稣记得那一瞬间 所有的撒旦黑暗势力 所有的权势完全被击溃 所以因此我们每当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会得应允 我们在永远的诅咒 在家当中得到释放 因为基督所赐的祝福 我们就能够胜利 当然有的时候 我们会有困难痛苦折磨 让我们绝望 但是每当这个时候 分明愿你们能够去告白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你们不用做这后面的告白 当你们痛苦 天难 绝望的时候 你们要告白 我的神 我的神 这什么意思呢 神 让你们去持领神的应许 是神在做着工 这位神现在也与我们同在 这位神现在 也在成就着 祂要赐给我们的应许 这旌旗的恩典 祝福 愿我和各位 真的能够在这里面 神已经树立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不仅被树立在 旌旗的祝福恩典当中 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的眼目 所以结果 我们就只能去 陷入这些 呐喊呼叫的不信仰当中 其实在基督当中 已经赐给了我们一切的祝福 愿各位明白这一事实 每当问题和事件当中 你们能够取得应许 能够享受到神这一 应许的成就 用主的名祝愿各位 本论第二点 在应许当中 有重要的信仰告白 我们可以看到本文有这样的内容 就是54节的内容说 他们告白 这真是神的儿子了 这真是神的儿子了 在恩典当中所做的信仰告白 就像今天本文你们也知道 耶稣被十字架死去的时候 圣索的曼子从上到下裂开了 今天本文当中也有这些内容 这圣索里的曼子 你们要知道的是什么呢 有圣索与至圣索 那么圣索与至圣索之间 有隔断的曼子 这曼子是隔断的至圣索 这至圣索是什么意思呢 是存放约会的地方 就是神所存在的地方 是这个意思 但是这至圣索不是谁都能够随便进入的地方 一年一次做大祭司的时候 只有大祭司长才可以进去的 就是至圣索 但是呢 每次进至圣索的时候 这些大祭司长 他们衣服上面会会有铃铛 为什么有铃铛呢 因为进入至圣索当中 在做祭司的时候 大祭司长有可能会死 那么死了之后呢 在外面的祭司长 就要把他用绳子把它拖出来 大祭司长他有铃铛 穿着这样的衣服在这里面做祭司 他每次动的时候 铃铛就会出声音 死了时候就不会有铃铛的声音 对吧 那么直到没有生的时候 就是大祭司长死在里面 所以外面的祭司长 就把大祭司长拖出来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不是谁都能够随便进入至圣索的 但是呢 今天我们看圣经 耶稣在呼喊一粒一粒 拉玛撒巴哥里大尼说 我的神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做告白 所宣告的就是什么呢 都成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以前大祭司长一年一次要去献祭 要进入至圣索当中所献的祭 要带一百姓的罪 现在呢 圣索上面 曼子从上到下全部裂开 无论是谁 因着基督的名就可以来到神的至圣索面前 打开了这祝福的门 话也告诉我们这样 事实 我和各位 死在最过犯当中 耶稣成为亲自的祭司长 他做了祭司 现在圣索的慢子 全部裂开 所以无论是谁 因为基督的名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已经打开了这样的道路 让你可以呼求神 所以西伯来书九章十二节的话语说 不再用牛肚和羊的血去献祭 唯有他的血成为永远的赎罪事 只一次进入圣索 成为了永远的赎罪的事 救援时代当中 因为祭司长要去留这些动物羊的血 拿着这个血问题 我们的耶稣死在十字架 单次的完全解决了 所以无论是谁 现在可以因着耶稣基督之名 可以享受进入圣索的祝福 话也告诉我们是这样的事实 耶稣死在那一瞬间 耶稣基督完美地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 诅咒灾亡灭亡当中 不得不过人生的我和各位 所以结果每天在地狱壁井当中 在撒旦的命运当中 在问题的命运当中 没有办法不得不过人生的我和各位 但是因为耶稣基督被十字架 他亲自打开了圣索 的曼子从上至下裂开 我和各位所有的人 这圣索 我们就因着耶稣基督的认明 我们就可以坦然地来到神的面前 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的话语说 那么如此看来 所以我们直观坦然 无惧来到诗人的宝座前 我要得连续蒙恩会做随时的帮助 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的话语说 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血 坦然进入至圣所 我们所得的祝福是什么样的祝福呢 因着耶稣基督的名 无论是什么时候 我们可以坦然来到主的宝座前 无论是谁都可以 无论是谁的宝座前才是问题 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名来到宝座前的话 神把我们所有的问题解决 而且聆听我们的祷告 应允我们赐给我们新的恩典 这就是无论是谁 都可以坦然来到主宝座的面前 无论是谁 每天每天 愿你们拟着耶稣基督的名 来到神的面前 用主的名祝愿 给我领到这样的祝福 曼子从上到下裂开 实际上这个曼子 不是说人的力量就可以撕开的 就是说通过几批 羊能够说在两边 通过好多的人去撕的话也撕不开 而且这个曼子不是从下面往上面撕开 是从上而下撕开什么意思呢 这个所是告诉我们信心的证据 神的做工是恩典的做工 不是我们努力从下面撕开 能够撕开 告诉我们是这样的部分 再次跟大家分明讲述 是从上面到下面裂开 是神赐给我们解决根本问题的祝福 是神亲自打开的 让我们相信 来到主面前的时候 我们的人生就会得到 神向我们人生赐定的一切应允 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名 来到主面前就可以 只要来到主的面前就可以 真实的神我们就会告白说 这真是神的儿子了 这恩典就会临到我们 神向我们就会打开一切的门 因为耶稣基督之名所成就的一切 但是现在呢 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 以色列人他们不相信神 真的再次给你们说明 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神 以色列百姓他们看耶稣的时候是怎么样 他们说我们认识这个人呢 他的父亲是约瑟 母亲是玛利亚呀 我们都认识呀 三十年的时间里面 在伯特利这个地方 都知道他是木匠过的人生 以色列百姓都知道 犹太人都知道耶稣是谁 但是呢 某一天耶稣说 我是神的儿子 看到我就是看到父 人们就觉得他多荒唐 所以犹太人 以他亵渎神性这样的罪 把他钉到了十字架 所以把耶稣钉到了十字架上了 再次给你们说明 就是以色列百姓 对耶稣是神这一点 根本不相信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认识他呀 三十年的时间里面 看到了耶稣呀 看到耶稣人生的这个足迹了呀 所以他不相信 真的 这现场如果我和各位 也在当时的时代的话 我们会怎么样 我们会相信吗 在那样的现场 不是说两千年前 而是说我和各位 就在那个当场的话 我们相信吗 我们也会一样 然后也会觉得耶稣是诈骗犯 然后也会比谁更加冲到前方 把耶稣钉十字架的 但是感谢的是 神赐给我们恩典 我们的人生 一切问题都解决着耶稣基督 解决耶稣 基督问题 死在时代 又复活 现在又以圣灵 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相信了这一事实 所以 内中也有我 这其中也有我 我们所以无法 不得不告白神的恩典 我们就会 说这真是神的儿子 在这话语成就的祝福当中 在现场当中 我也在那里面 这就是恩典 不是说谁都能够做这样的告白 不是谁都会在这样的现场 很多前书十二章三节的话语说 若不是圣灵 不会认耶稣是主 因为我们背负十字架 死在时代又复活 现在已圣灵在我们里面 这位基督 我们能够相信 神赐给了我们这样的信息 所以内中也有我 说的是什么呢 在话语成就的那地方 我在那里 这就是祝福 我们会告白 这真是神的儿子了 能够告白这恩典的告白 我现在就在这个位置上 这就是祝福 赐给我们这祝福的恩典 愿你们每天去享受 也让我们的后代 在这个恩典当中 愿我们的后代 世世代代进入这允许当中 愿我们能够去祷告 而且我们的后代 也在这话语成就当中 在神的恩典 做工当中 能够去做这信仰的告白 内中 我们汉纳教会也在里面 愿各位能够灵受这样 尊贵的应允祝福 用主的名祝愿各位 神啊 感谢您 因为基督 死在十字架又复活 现在 以圣灵在我们里面 在我们一切的问题 世界问题当中 在我们的困难艰难当中 也愿我们能够去告白 我的神 我的神 神也在做着工 愿我们能够去持练 也许感谢神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 愿我们每天在所有的事情当中 真的能够告白神的恩典 在神信仰告白当中 我们无法不去告白神的感恩 愿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享受这祝福 特别是我们会告白说 内中也有我 愿我们所有的脚步当中 能够成就神的话语 能够去告白神的恩典 愿我们的人生 不断地去享受这些神位的应允 愿我们汉纳教会所有的圣主 能够成为这样的祝福 愿我们的后代也在其中 愿我们的教会也在主来临那一日为之 只在话语的成就当中成为这样的教会 能够享受告白主恩典 做工 能够成为这样的教会 愿神祝福我们的教会 在这样的位置上 以上祷告奉主 佛祝的耶稣基督之名 感恩祷告 阿们 圣灵内中的做工 充满 在话语所成就的现场当中 每天享受神恩典的做工 能够去告白 愿在圣灵的传道者 生活当中被神所使用的 所有的仆人头上 他的子女 他的家庭产业 所有的地教会 所有的宣教地 还有圣上所做礼拜的一切现场 还有我们的教会 从其至到永远 常常与他们同在 阿们 礼拜圣令 大午礼拜见